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 Stan Lee 4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国会向乌克兰增加330亿美元的租借法案去援助乌克兰 同时英国国防部大臣华来士也发表英国将会带头参与大规模北约联合军演 当中派出大约8000名英国陆军部队去参与 是冷战以来英国在欧洲军演的最大部署 今集Stan Lee 会和大家尽心分析一下 为什么美国和英国会出钱出力这么高姿态 去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 继续之前看一看美国之声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 请求国会批准330亿美元对乌克兰额外援助 众议院以417票对10票通过捍卫乌克兰民主租借法 这部法案是重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租借项目 允许美国政府选择减弱武器运送的程序将来 关于美国总统拜登建议对乌克兰提供一个叫做330亿美元的租借法案 对于这个法案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概念 如果你从330亿美元这个数字去理解 这一笔的款项是可以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这一场战争可以打多至少6个月 事关于这个法案之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泵水已经奔了120多亿 而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已经是两个多月 即是乌克兰平均一个月的均败是大约55亿美元 那330亿美元除了55亿 即是乌克兰至少可以撑多6个月 固然打仗是需要很多的钱 但在拜登所建议的330亿美元的租借法案 其实重点不单只是那笔钱最重要还是申请这一份款项的名义 叫做租借法案英文就叫做Land List 关于这个法案的含义是源出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美国国会通过这个租借法案 他的目的在美国未卷入这一场战争之时 就为他的同盟国提供战争的物资 其实这个真正意义就是美国成为乌克兰 名乎其实的民主兵工厂 当年的英国能够向德国宣战 最后民军在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由于小罗斯福在1941年开始对英国提供这个租借法案 总共有44亿美元 再直白讲清楚拜登这一个330亿美元的租借法案的建议 即是说欧洲大战或者叫第三次世界大战是随时启动 究竟什么原因 美国政府只眼开只眼闪 让俄罗斯拿了东乌去息事宁人 在揭开原因之前 我们首先看一下英国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 又有什么反应 为了震慑对乌克兰发动入侵的俄罗斯 西方国家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 在欧洲多地展开一系列的军事演战 经国防大臣华来士表示 欧洲的安全从来都没有如此重要 我们的军队将与北约盟友和合作伙伴国家的部队一起进行这些演战 华来士还表示 联合远征部队将会在冷战以来 规模最大的联合部署行动中展示出团结与力量 关于英国国防大臣华来士在4月29日 说英国将会在5月参与北约的联合军演 声援乌克兰 而且他还说 这次的行动是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共同部署 将会派大约8000名英国陆军部队参加 一日之后 环球网的标题就说英国是火上巧游 记得在2017年Brisid 英国脱欧之前 有人就问英女王的意见 问英国应不应该脱欧 英女王就答得很简单 反问你可不可以给三个原因 去支持英国不应该脱欧 那关于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 有些YouTuber一直就为德国找落台街 但是欧盟那两个大佬德国和法国 对比这次事件当中英国的态度 Brisid 脱欧了的英国 就真的没有被欧盟那两个大佬绑手绑脚 而在北约行动当中可以高调甚至乎叫做带头 参与这次声援乌克兰的北约联合军事部署 那在地缘政治所谓纯亡此行 在这次俄乌事件 整个东欧最大支援乌克兰的国家就是波兰 至于德国和法国 特别是德国那五千个头盔 简直就是笑病 难怪德国总统说要到基辅打卡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就说明不欢迎去 那当然我们明白 除了德国工业的利益 倚靠俄罗斯的天然气 和德国曾经和俄罗斯 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有很多的惨痛经历 更重要的原因是普京是会有可能痴起上来 会暖地丢核弹 所以德国就在这次俄乌事件里面 下下都要是bottom up才动一动 但相对英国 由去年俄罗斯意图入侵乌克兰 英国就已经派去的战艦去到黑海巡囊 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就一直十分之强硬 而在三个礼拜前4月9日 大家在新闻片里面见到 约翰逊圆穿着西装打了条男胎 出现在英国的基辅街头 和扎连斯基会面 并且重新英国是会对乌克兰的支持 对比扎连斯基说不见这个德国总统 那就不禁令人想想 为什么在今次俄乌事件 英国是这么一贯出人出力去支持乌克兰 连俄罗斯的核弹威胁好像都当去是无道 总的来说 美国和英国在今次俄乌事件 就真是出钱出力去支持乌克兰 试想一下没有了英美两国 只是靠欧盟的两个大佬 德国和八国 相信乌克兰一早就没有了 多口问一句 早前俄罗斯那艘旗艦莫斯科号 说给乌克兰自主研发的海王星导弹打沉 不知为什么Stanley一直都不是很信 时时都在想 真正打沉莫斯科号的导弹 会不会是英美两国 帮助这个乌克兰海王星导弹 加了一些进化的元素 让他一夜就将这个俄罗斯旗艦莫斯科号 打过希巴兰 好简单说完 英美两国在声援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入侵的事件 一些出钱出力的行动 那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英国和美国 在俄乌事件 能够禁脱胎换骨 去对抗俄罗斯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刚才那段的历史影片 就是叫做1994年 布特佩斯安全备忘录 The 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 for Ukraine 是人都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 而上年纪的朋友 对于俄罗斯总统叶利欣 和时任的英国首相马卓安 都应该会记得和认识 唯独那一位的乌克兰总统叫做 富奇马 相信都是因为近期的俄乌事件 才会再次被世人关注 其实 无论大家懂不懂得富奇马 但那份1994年布特佩斯避忘录 Budapest Memorandum 是不会因为我们不懂得哪一个叫做富奇马 而当1994年布特佩斯避忘录 就是一份的历史文件 就好像香港人一定会记得1984年 那份中英联合声明 是不会因为大陆说是一份历史文件 就可以单方面废除协议上高的条文 又或者另立过一种的国安法 去凌价基本法 所赋予香港人可以做的事情 同样1994年布特佩斯避忘录 它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当年 愿意放弃他们当时世界第三大核武的能力 而换取国家 免受其他国家的武力方式去威胁乌克兰 以致可以维持现有的领土的独立和主权 简单来说 1994年布特佩斯避忘录 就是俄罗斯承诺永远都不能入侵乌克兰 但自从2014年的Crimia事件 和今次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就已经是单方面破坏了1994年布特佩斯避忘录 但对于普京这种极权主义所制造出来的极级垃圾 就真是港都无为 如果俄罗斯的人民收不到去就由得去等天收 而Stanley一直所关心的是英国和美国的表态 其实在过去两个多月英国的表态就一直都是十分之强劲 就好像当2020年7月1日当大陆硬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破坏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就立即让香港500万人可以透过BNO5加1政策去英国 同样在今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 在刚才都说过英国一直都是高调支持乌克兰 就好像约翰逊在三个礼拜前亲身去到基库去支持扎伦斯基一样 其实在1994年布特佩斯避忘录 Stanley一直所担心的就是美国的表态 老实说以前虽然美国已经泵了水给乌克兰120多亿美元 但无论是124亿或者刚刚加码的330亿美元 在1994布特佩斯避忘录并不是单单用钱就可以解决 就如在这条片之前所说 更加重要的是拜登将事件升格 要美国国会成立一个在二次世界大战所用过的租借法案 这个租借法案就是已经表明当俄乌冲突再上一级 美国就可以出师有名 拉丁文或者土耳其文叫做卡沙贝利 可以出兵去打俄罗斯 至于有很多人时时都担心普京用核武那种威胁 但如果当大家想回1994年的布特佩斯避忘录 乌克兰因为正正是尊重这份避忘录 而愿意将他们当时世界第三大的核武能力去完全消毁 故指斯特尼见到英国和美国在今次这一件俄乌事件 去honor当时在1994年所作出的承诺 他们的身份不单只是一个的见证人 也都是要负起保障乌克兰 一旦给其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去入侵 他们就要捍卫乌克兰的安全承诺 要保障乌克兰免受其他国家的武力入侵和威胁 可以让他们的领土有独立和主权 再直白地说 根据1994年布特佩斯避忘录 就算俄罗斯的普京发癲 说要用到核武器 英国和美国都要站硬去保持乌克兰的领土独立和主权 好在结束这条片 Stanley是要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 也不是不怕俄罗斯使用核武 但是为到美国重新使用这个租借法案 和英国愿意带头去推动北约大规模的军事部署 Stanley认为美国和英国敢准出钱出力去支持乌克兰是做得绝对正确 并不是好像环球网所说是火上晓游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出于圣经的一种叫做圣约论 大家都知道基督教的圣经就分为旧约和新约 旧约圣经也就是希伯来人的圣经 当中有一个约就叫做西乃之约 就是上帝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接着上帝就和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 在那个约里面最出名的就是叫做十戒 而基本上所有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是由这十条戒命 这一个的西乃之约 其实就是说神和人的纳约 当中上帝就首先施慈岸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情况就好像1994年那一份布特佩斯安全备忘录 当时的乌克兰拥有世界第三的核子武器力量 他首先就自断一臂去消毁去自身所有的核子力量 而至于那份的西乃之约 跟着的条文就是要鼓励以色列人去遵守那个条约的内文 比如不可有别臣不可有偶像要守安息日 而之后六条就是如何去爱人包括父母 不要做假见证去伤害人去偷人东西等等 同样在1994布特佩斯安全备忘录 当乌克兰已经尽了他的本份要守约的就是美国英国和俄罗斯 他们就不可以违反性约的原则去破坏去答应了乌克兰的事情 包括乌克兰拥有他们的领土的主权和独立 当俄罗斯违反了备忘录的条款去入侵乌克兰 那美国和英国就要好似西乃之约 当以色列人违反了十届性约里面的法则 上帝就可以懲罰古以色列人 而今次在这个俄乌事件 美国和英国他们的出手帮助乌克兰 其实也是代表着上帝使用他们成为神的审判工具 在结束这一条片的最后一个的中谷 美国的租借法案和英国的带头 进行这个的北约军演的部署 其实只是差一步 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开始 Stanley是真心希望俄罗斯的普京不要继续癫下去 否则他一定可以看到上帝如何使用美国和英国 去帮助乌克兰惩罚俄罗斯 好 今天这条片就说到这里 愿你们平安 Salaam!